而现在声势上对斯拉会说是一旬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新农牛 去年要出售的这样的模式来走 希望是可以真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企业 同时他们也提早来宣布 他们也希望可以出售 看起来如果未来有大企业接手的话 你们认为说对中华职棒的发展来说 当然也有人观察 他们认为说如果是对长期发展来看 也许还是正面的 你怎么看 对那我自己也想发 或者包括整个氛围 整个职棒圈分围来讲 应该也是持正面态度 因为像西农他们换了艺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成功的就是他们的 不管是在行销或者是整个球迷的数量 或者是整个球场热度什么都回来了 那其实就像刚刚一直讲到 就是经费的问题 那大企业如果是有心想要玩职棒 就当然会愿意投入这个经费 那像刚刚讲在行销上 或者是给选手的待遇上 也会相对的会比较好 再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今年年底 就是前一阵子小小郭 郭宏志 他回到台湾了 那只有统一抢到 为什么 因为其实坦白说 其实统一能够给他的条件是 最符合他的预期 应该是这样讲 那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整个职棒啊 能够有就是比较这样子的企业来 然后愿意提供给选手比较好的待遇 比较好的环境 那其实会是一些优秀的选手 留在国内的一个诱因这样 反而是可以让整体的环境向上提升 对 那你球员 好的球员留得住了 那这样我们的竞争也会跟着提升 那球迷也会更愿意花钱买票进来 对 当然最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提升整体的环境 那我们也希望兄弟像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买家 对 谢谢 好今天非常谢谢来到现场我们分析 谢谢你 谢谢